我幫你介紹,你很厲害,挑戰都懂,希望你下次教怎樣選擇行李箱的輪子 謝謝,希望你下次講解一下打輪子的事好 多謝你,祖庸兄,我用了十幾年二十吋布行李箱,仍然生存 但感覺到輪子再去,可能頂不住了 所以計劃買一個24吋PC行李箱 如果下次方便的話,可不可以介紹行李箱的輪子,麻煩 建議拆開和分析一下行李箱 以我的DIY碗輪子和手抽 終於等到你出這條片了 遇到你講的問題,我現在才知道是甚麼原因 感謝分享,等你講完輪子,我先選擇買哪個牌子 大家好,我是左翁 我有一集就分享買行李箱是怎樣選擇,有甚麼要注意 很多留言都問我一個問題,就是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行李箱的輪子怎樣為之好,可不可以拆開這個輪子來看看 我這次就把這個品牌,很出名的 用過這個行李箱都知道這個輪子,可以說是很順滑 是非常之正的,感覺是 作參考的話,用這個牌子的輪子當然是最好 所以我就會把這個品牌的輪子拆出來給大家看 不是這個行李箱,因為之前有一個行李箱已經夠了 那個行李箱,拆散它,告訴大家 它裏面為何會這麼滑,這麼順 是有甚麼原因呢,跟其他行李箱不同呢 就是它的獨特之處 香港市場上,行李箱有兩款 一款是現在眼見到的,比較普通的行李箱 通常是用這種箱的 另外一種,價錢比較高 它的箱是用這種特性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行李箱是上一次玩完回來之後爛了 其實在片段之中,我出現過的 其實我想說它的輪子,就是這個輪子 我這個已經拆了螺絲 我也後期會教大家怎樣可以拆和裝這些輪子 因為有時在旅行回來之後 那個行李有哪裏最常出現爛損位的問題呢 一個就是輪子,一個就是這個拉手,上下拉手 這個最常發生的 另外就是這個拉桿 這幾個部分爛了的話,可以自己維修的 但是呢,不是那麽簡單 如果你說這裏最容易維修,最容易換的地方 就是這個輪子 好似我之前已經拆開了螺絲的了 我現在拿一張雙面膠指貼的,一摸 那已經掉了出來的了 我就想分享一下,這種輪子,你會這麼多轉 但轉一下轉一下怎麼會停在那裏? 但這些輪子也是很順的,尤其是裝了重的都是很順的 就要把這些輪子和這個輪子拆開,做個分析給大家看 我這裏就準備了一些輪子,有不同的輪子 應該是這裏一組,這裏一組 因為這個輪子,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輪子是這樣的 那我就把其中一個輪子的輪子拆了出來 那其實你就這樣看那個輪子,不發覺有問題的 這個輪子,遮住又是不發覺有問題的 那但是呢,考驗之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挑開了,它有一個蓋子 那蓋子裡面其實是有些螺絲的 那好像現在這種輪子一樣 其實就是一個輪子,挑開這裡先 其中一個模擬板,一挑開這個輪子,你就看到了 其實就好像這個,中間有一條軸心 那這條軸心在那邊轉,這樣轉 但是呢,大家記住,這條軸心一拿開 裡面呢,是空洞的,空洞如也的 什麼都沒有的,就這樣把這個金屬軸放進去裡面 然後呢,可能加一點潤滑油在這裡,然後就轉 但是多長時間用了,它裡面的潤滑油就會乾了 你不再擠下去,就會慢慢慢慢就會很容易老化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轉的時候,它會磨擦 磨擦出現什麼?高溫 那你買新行李箱的時候,第一,那個行李箱沒有再重東西 第二,因為你短時間,在店舖裡面試,不會長期磨擦 做不到有熱力,因為如果那個軸心長期磨擦 轉轉轉轉轉,令到它這個產生很高溫 它裡面的膠,會有變化的 久而久之,你這個軸,過多一段時間 就很快玩完了已經是 越來越不好推,還有呢,會慢慢不正 這個呢,也是現在市面上,好像這類行李箱的設計 即是這些行李箱貴一些,那那個軸心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就挑開這裡,其實一樣挑開而已 這裡挑開了之後,大家也都看到它裡面有粒 挑開了,你見到裡面有一個圈 有一個圈,那那個圈呢? 那那個圈呢?其實那個圈呢?就是一個啤梨來的 大家在眼前看到,我將那個軸兩邊這樣,打側看 就是兩邊,我這邊呢,用得太久了,外面的皮都脫光了 然後呢,這個圈呢?我用手拔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它裡面呢,還有一個啤梨 即是軸成,通常稱呼為啤梨 你會見到,它為什麼會這麼順滑?因為 它不同現在這種設計,它純粹放一條軸進去裡面 然後呢,就用這個圈,就這樣磨擦,就這樣轉 裡面是沒有一個啤梨在那邊轉 那所以呢,很快就出現什麼呢? 出現那個圈,不滑不順 那這裡你見到,哇,這邊又是啤梨 這個圈又是啤梨,兩邊的,你見到的 之前很多頭髮,我挑了它,令它再順一點 那所以呢,這個啤梨的結構呢,就是 比較價錢高的行李箱,就會有啤梨 我現在呢,就想講這幾個圈,近鏡看看 那這個呢,就是我之前說,拆給大家看的那個圈 你見到有一個啤梨,外面就這樣看 你不知有沒有啤梨,打開你見到啤梨 那些聲音不同的 轉的時候,裡面有些好像走珠的聲音 那些波珠也在轉一下轉一下 那這個幾瞬,這邊又有兩邊的嘛 好像你見到這裡,就是兩邊 我拆了兩個綠出來,一個就清得乾淨 一個呢,還有一點點的綠皮 我們叫做,你看多清晰 我斬開了底,本身底是這樣的 我鋸開了,這個沒有鋸開 那這些圈子呢,你轉的時候 都沒有那些走珠聲的,沒有那些波珠聲的 那揭開了蓋之後呢,其實裡面只有金屬桿 就是這樣,拖下去 那這邊呢,又加到一個圈子 就好像,這隻蓋就開不到的 這隻蓋就啤死了 這個呢,就可以用一字批挑開蓋 那你就可以看到裡面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這一個是這樣蓋上去的 這個啤玲呢,就跟一條軸相連的 那待會呢,我會再給大家看 有一些啤玲呢,就是 那邊的圈子在那裡 然後呢,外置的啤玲放進去的 然後呢,再套到那條軸那裡 那所以呢,兩種方式 那個流暢度都不同的 那邊的圈子在那裡 如果流暢度高,就像這隻 當然是流暢度高,很順滑 那但是,起碼,行李裡面有啤玲 總比沒有啤玲的 我現在呢,就用不同的行李箱 給大家看看 通常那個圈子下面的蓋子 就挑開它 挑開之後呢,你就看到它下面 好像這隻這樣 它這隻圈子,你看到它旁邊 軸心旁邊,它有一個圈子 有一個金屬圈 就跟之前那些不同 因為之前那些,一個金屬圈套在膠圈上 它這個,旁邊就加多一個金屬 令到它磨擦的時候 就不會令到這個膠圈的中心圈變形 令到它的圈老化 或者是高溫的時間影響到 那它的承托力會高些 但是呢,它裡面不是有走珠 就是不是有啤玲 這個不是啤玲來的 純粹是一個金屬圈 頂住這個塑膠圈 再套這個金屬圈套下去 那就是這一種行李箱的其中一個製作方式 所以大家下次賣行李箱的時間 你可以問一下職員 請問這個行李箱有沒有啤玲 如果有啤玲的話,就會很順 但是有啤玲的話 很多時候職員會跟你說 有啤玲的行李箱就會很重 要留意一下,這個價錢底的行李箱 他們造工當然是普通一些 所以他們未必有這種高的技術 能夠做到又輕又有啤玲 又有堅固的套 這個是這些行李箱價錢高的技術之一 所以為什麼它人家貴得來 是有道理的 所以大家下次買行李箱 也都可以了解一下 那個行李箱裡面有沒有啤玲 其實現在坊間裡面 套都是兩種的 要是有啤玲 要是沒有啤玲 要是沒有啤玲 所以有時要問一下職員 他知不知道這個情況 如果他說有啤玲很重 總之你買行李箱 你放了很多東西進去 還有你經過拖行長時間 產生磨擦 高溫開始的輪子就見真章 所以這個也是拆開了輪子 給大家看看有啤玲的情況 令到轉動時更加順滑 有高溫都不會影響 這個也是他們重心的設計之一 我們先看看 因為我們這些叫萬向輪 360度轉的 你會見到上面有個盤 盤上面可以有很多波珠 這些是不斷轉的 轉完之後在下面再加個輪子 這個輪子裡面也有啤玲 所以兩種狀態下都有啤玲 這些輪子就肯定很滑很滑很舒服 但是感覺都幾聚受 你會見到的 這隻在輪子裡面附設了啤玲 和我之前的行李箱不同 比較出名的行李箱 它是輪子和啤玲分開的 啤玲扣在軸上 這個就不是的 這個就在啤玲連輪子一起 這隻我之前在片段有說 就是最簡單的一隻 就是一個滾軸 一條軸再加個輪子套上去 所以有時選行李箱 都有些細心位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說維修方面 它本身來的時候是有啤玲的輪子 當然可以找一個啤玲 但如果你說你本身沒有啤玲 你要換有啤玲的輪子就不對了 因為未必配合到它的位置 維修師傅現在把啤玲就陷入輪子裡面 這種兩邊都有啤玲的輪子 用幾年後都還是很好推 大家看到這裡都應該知道 怎樣假角好推又省力的行李輪子 其實我這條影片的話題其實未完 我還想分享自己DIY維修行李 和專業人員維修行李的情況 如果想知道的話 記住留意下條片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心得 歡迎下面留言 還有看完這條片 又幫到大家的話 記得幫手按讚和分享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